哈囉,大家好,我是宇恩 今天這部影片比較特別 這部影片是北捷基本問答 那我們開始吧 規則如下 每5秒公佈答案 共識題 第一題 請問北捷目前有幾種車型 C3713系和4C串同一種 A6種 B7種 C8種 D9種 答案是C8種 目前北捷共有C301 C321 C341 C371 3系和4系 C381 APM256 BT370 BAL256 CF610 EMU101 第二題 目前北捷共有幾條路線 不函支線 A3條 B4條 C5條 D6條 答案是D6 答案是D6條 目前北捷共有文湖線 淡水性一線 松山新電線 中核性路線 阪南線 環狀線 第三題 G上題 目前北捷哪兩條路線 為無人駕駛系統 A文湖線和環狀線 B 板南線和環狀線 C 文湖線和中核心路線 D 中核心路線和松山新電線 答案是A文湖線和環狀線 第四題 目前北捷共有幾座機場 不含新裝機場 A8座 B5座 C9座 D10座 答案是C9座 目前北捷共有 文湖線的木柵內湖機場 淡水性一線的北投機場 松山新電線的新電機場 中核心路線的中核蘆洲機場 阪南線的南港塗層機場 即環狀線的南機場 第五題 以下四條路線中 哪一條路線最長 A 中核心路線 B 淡水性一線 C 松山新電線 D 板南線 為28.2公里 第六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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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目前被結構幾條路線為中運量系統 A 一條 B 兩條 C 三條 D 四條 答案是B 文湖線與環狀線為中運量系統 第七題 目前被結拿兩輛列車為德國製造 A C301和C321 B C341和C371 C C381和C301 D C341和C321 C341 答案是D C321 C321 和C341 C341 列車為德國西門子製造 D VAL256 VAL256 C321 答案是C APM256製造於2006年至2007年間 CF610 EMU101製造於2017年至2018年間 VAL256 VAL256製造於1990至1993年間 C301製造於1992至1994年間 第九題 請問哪一條路線將於2023年轉交給新北捷運營運操作 A 中核心爐線 B 淡水性液線 C 松山清電線 D 環狀線 答案是D 環狀線將於2023年1月31日轉交營運權給新北捷運 第十題 請問哪一條路線為台北捷運營運 A 安坑輕軌 B 三陰線 C 淡海輕軌 D 萬大樹林線 答案是D 萬大樹林線 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請記得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並分享出去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掰掰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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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請 按讚、按讚、按讚、開啟小鈴鐺